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桃园市长郑文灿到巴德大南市场 以实际逛街买菜的行动 向市民保证到传统市场安心购物没有问题 并宣布公有市场一二月的摊租减半 期盼能帮助生意受到影响的摊家们过个好年 大南市长加油 自25号公布确诊者足迹以来 桃园巴德大南市场买气直直落 更有店家选择暂时休业 桃园市长郑文灿因而在30号上午 亲自前往市场采卖 并祭出租金减半的福利 希望能让摊贩们好过年 那我看到慢慢的买气已经慢慢恢复 那我想防疫的规范还是不能够松懈 疫情还没有结束 但是呢为了要给我们摊商更大的支持 我们公有零售市场的摊租 我们决定一月二月都减半 能够让摊商呢 这个在互年前好好的做生意 那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 也可以支持传统市场 这里的采购环境很亲切 很贴心 也很安全 当地大同旅里长王熙温表示 上周市场已经连续消毒三天 并加强相关防疫措施 大家可以安心来采卖 我们大南市场 其实它都有定期在消毒 空气也流通 所以说来这边买菜 其实是非常的安全 那我们除了每个礼拜 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每个礼拜都有定期消毒以外 那我们现在也有连续消毒 三天的连续加强消毒 然后现在礼办公处 也有提供这些抗净液跟酒精 提供给这些店家与民众 来礼办公处领取 然后回去做一个检疫的消毒 现场摊贩们也都戴着口罩 甚至还有老板戴上 透明的防护面罩 防止讲话时口水喷出 顾客也主动喷洒酒精消毒手部 以实际行动做好防疫 刚刚酒精消毒是必要的 戴口罩都是必要的 如果需要都该来 不要说因为这样 会有什么避讳 我觉得不需要 尽管当天人流已有小福回升 但人不负借过 往年节前周末的拥挤人潮 大南市场商家期盼 透过市长的实际力挺 以及防疫消毒措施 民众可以安心前来采购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 受到桃园爆发疫情的影响 寒假出游团客大幅减少 桃园多间观光工厂 纷纷加强自主防疫 争取民众的信心 桃园市长郑文灿 也前往机器人观光工厂 了解防疫情形 近来桃园爆发的医院群聚感染事件 让民众不敢随意出游 桃园市长郑文灿在30号下午 前往机器人观光工厂视察 体验智慧防疫 并称赞馆内的防疫措施 做得很好 那今天来看这个防疫措施 不管是入口管制 不管是环境消毒 或者是这个防疫的对策 都做得很好 那目前有些光工厂 暂时停止防客 那我们是认为说 防疫安全只要做得好 那保持社交距离 那观光工厂还是可以不业 业者也向市长喊话 希望政府能拿出 让人放心的防疫作为 让民众对于桃园观光 重燃信心 像我们如果没有团体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团队来的时候 人的聚集量不够 他绝对不够支撑这个产业 所以我刚刚也跟市府的团队 跟市长建议 如何让他 也要想想客户怎么样能来 不是单单说我叫你来就来 让他看到像今天市长带着这样 你的防疫工作的确可以让我放心了 现在多间观光工厂业者们 都已自主加强防疫措施 希望民众可以安心到桃园游玩 体验特色观光工厂 而桃园市南门市场被爆确诊者足迹后 市场人潮与买器仅剩一成 因此前立委黄世卓特别发起 我在南门市场买年货打卡活动 并鼓励大家一起来采购 并号召更多人回流南门市场 桃园市南门市场19号被爆确诊者足迹后 虽然进行了大消毒与清洁 但因为疫情的恐慌 已是人潮与买器仅剩一成 因此前立委黄世卓特别发起 我在南门市场买年货的打卡活动 鼓励大家一起来采购 并且号召更多人回流南门市场 我在南门市场买年货这个活动 也是在这边响应大家 响应呼吁大家共同来发挥爱心 彼此相爱 能够在南门市场最艰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陪他们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所以我妈妈今天特别来到南门市场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采购年菜 摊商表示大消毒后过了一周 人潮跟买气还是很低迷 现在市场门口与内部都放置了多处酒精消毒店 进市场也要戴上口罩 现在真的很安全 大概十分只剩一份 只剩下十分之一 两成 剩两成 看多多宣传 因为现在你看有消毒 然后大家戴口罩 然后空气也良好 大家惊慌到这样子没有必要 采购的民众表示 市场消毒防疫很彻底 根本不用担心 他还找了中南部的朋友 一起来采购 用行动支持南门市场 一旁的南门公园庇护商店也大受确诊者书籍影像 因此他们也禁止了内用 并且推出多项优惠与外送措施 希望能让业绝 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个摊位响应 希望号召号召唐人力挺在地摊上 记者赖尔卫一桃园报道 您有搭过桃园市的公车吗 近期有民众反应 桃园市的公车没有依照搬具发车 就连搬次最多的一路公车 有时候一等也要近20分钟 因此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 目前已经通知业者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 交通局将依法开罚 桃园市的一路公车 缓缓开进公车站 而民众在公车停靠后 便快速的上车 这样的画面对公车主来说 一定不陌生 因为桃园市的公车 实在是台南等 就连搬次最多的一路公车 有时候民众一等 也是将近20分钟 就是早上 我小孩子上学的时候 大概6点多 他的公车大概都是 一次来就两三台 那也是很平凡 因为早上坐公车的人多 但是如果说是离风时间的话 应该就是 刚刚看我到的时候 看大概要到19分钟 15到19分钟 在十几分钟 快十几分钟 可能在前几站塞住吧 有啊 在市区的时候常常 10到15分钟吧 过去往返桃园中立的一路公车 平均五分钟就有一班 但受到疫情影响 除了尖峰时段外 民众在离风时间想搭上车 都得等上一段时间 加上最近民众发现 公车连搬状况频繁 让等车的时间又变得更长 一次来两三班吧 对 蛮长这样的 在下午快靠近下班时间的时候 桃园市的一路公车 如果民众发现 有所谓的 没有依照搬具发车的状况呢 可以向我们桃园市政府 交通局做反应 那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收到了之后呢 会进行查证 如果查证属实呢 会依规呢 来处分我们的客人业者 一次两千块的一个罚款 那么这个部分 我们也提醒客人业者呢 能够确实的依照颁表发车 不要以身试法 也希望民众呢 能够发现这种问题呢 能够提出检举 我们会聚以查证 来保障乘客的乘车安全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 最近的确有接获民众反应相关问题 目前已经通知业者改善 而民众如果还有发现公车 没有依照搬具发车 交通局也将依法开罚 一次两千 要避免民众等不到车的情况 不断上演 记者们 农历春节前夕 桃园市桃园分局举办防抢演练 并结合时事加入防疫工作宣导 期望提升民众对金融机构 治安维护的关注 而整个演练过程相当流畅 让一旁的民众直呼超逼真 两名行径可疑的男子骑乘摩托车 并趁着农会人少的时段 从警柜台进行抢劫 整个过程也让民众吓一大跳 不过待徒才刚准备逃走 就遭警方压制在地 而这一连串的抢劫事件 都是桃园分局所进行的演练 年关将近 金钱的流通量大 所以本分局特别跟桃园区农会 来举办 防抢劫拦截围捕演练 希望提醒业者在 防卫能力较为薄弱的时段 能够加强防护意识 遇到状况的话 能够依循标准作业流程 SOP来做相关的防护错维 以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 我们在演练过程当中 也有一个桥段 就是提醒大家 进出公共场所 也是要依循防疫的标准 来进行量测体温 以及喷洒酒精的动作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民众在春节期间 经常会到各大银行提领现钞 而桃园市鬼山分局 为了不让歹徒有机可乘 因此特别在年节前夕 举办防抢演练 不仅要提醒金融机构 独家留意 同时也要避免抢劫事件的发生 因为年关将近 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 那爱于说之前曾经发生过一些 民众在金融机构提领完毕之后 遭到歹徒尾随 刑窃或者是刑抢 所以我们警方就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来让民众提领大笔现金之后 由警方来将他护送到家 或者是说他要去存款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从家里 再护送到金融机构 于春节的部分 我们会特别来加强金融机构的巡逻 那如果说民众有举家外出旅游的部分 也可以跟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来做联系 桃园市警察局龟山分局 透过跟龟山农会合作 并于春节前夕举办防抢演练 而今年因为时逢新冠肺炎疫情 因此桃园分局也特别将测量体温 以及盆酒精融入防抢演练 借此宣导防疫的正确观念 记者网络军调报道 牛羹福田四季春 牛转乾坤开鸿运 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议员谢美英 去年全球饱受疫情所苦 期许今年疫情退散 牛市再现 也祝愿大家 新年度诸事大吉 牛气冲天 最后祝您 牛年新花放 才多身健壮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园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园 这是热闹丰收的桃园 活力之都希望桃园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园越来越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